不是所有的高速公路都能开战机 只有战备高速才有资格 那么到底什么是战备高速 它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今天我们一次说个透 简单来讲 战备高速就是一种可以在紧急军事需求下 快速转换为战场或支援区域的道路网络 这种高速公路设计比较特殊 表面上看于普通高速一样 但却具备有临时起降战斗机的能力 所以在建造时必须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就是要具备强大的抗压能力 要知道战斗机的重量 少则十几吨重则几十吨 它的起降对路面产生的压力和冲击力 绝非大卡车能比 因此战备高速不能建在桥上 只能设置在地面 因为真正到了战争状态之下 高架桥的生存能力根本无法得到保证 而且公路路基厚度 至少是普通高速公路的两倍以上 其路面强度与标准机场几乎要保持一致 第二就是要足够宽 以我国歼16战斗机为例 该机的翼展长度大约为15米 而我国单向三车道的标准宽度为3.75米 总宽度才是11.25米 是完全不符合战备高速的要求 而要想达到战备高速的门台 那么最低都是单向5到6车道的设计 这样能够初步满足我国战机的临时起降 最后就是战备高速的弯曲必须要非常小 直线长度至少要达到2500到3000米 且高速公路两侧不允许有任何山坡和树木 以防影响飞行员的视线 除了必要的基础条件之外 环境的隐蔽性和防护性 所以在战争时期可以减少被敌方发现和攻击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就是 战备高速不仅仅是专门为战机提供临时跑道的抵挡 同时战备高速还将具备多功能的能力 因为战备高速在本质上依旧是以运输为主 一旦我国某地出现重大自然灾害 战备高速就需要承担军事运输 救援和抢险的战备功能 我国最出名的战备高速 是从郑州到明泉的这一段高速公路 被称为正名高速 堪称是我国已知质量最好标准最高的战备高速公路 不仅能够起降战斗机 甚至还能起降大型运输机 该高速公路比之宽阔 坚如磐石 就连服务站也非同小可 简直就是一个浓缩版的军用机场 一应后勤设施齐全 服务区的停车场还能停放20架战机 截止到目前 我国已经建成了至少10条战备公路 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山东 河南和辽宁这三个省份 其中山东省的战备公路最多 河南和辽宁